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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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条件是必须要获得30个简单多数议席 而西蒙也申请期限至明天的下午两点 走马上任的新首相敦马哈迪 今天与西蒙游党领袖召开了记者会 说明西蒙会在明天宣布一个精简的内阁里面包含了10个部门 记者会中也提到了安华的事件 敦马表示 西蒙领袖昨天规见国家元首与陛下商讨特赦安华的事件 国家元首愿意立即全面赦免安华 因此西蒙会正式启动相关的程序 以便让安华立即重返政坛 而安华将会被释放的消息一出 也引起媒体到扣留安华的交赖附件治疗医院助手 现场也见一些西蒙领袖前来 不过最终 身为律师的西华拉莎表明 因为程序的问题 所以安华并没有那么快可以被释放 另一方面 当上首相之后 召开第二次记者会的敦马一表明 总检察长阿坂迪在一马发展公司丑闻中 隐藏了不法行为的证据 敦马说 由于阿坂迪不能有效的旅行职务 因此很有可能遭到撤职 事实上 律师工会今天也表态 希望新政府能够遵从法治 同时更点名三名高官 也就是总检察长阿坂迪 全委会主席莫哈·莫哈辛 以及反台会主席祖基菲利 一定要下台 律师工会主席林志伟就说 体制改革刻不容换 上述三名重要职位必须要换人 更应该要开档调查总检察长是否涉及违法 最后让我们把焦点转向国际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世纪会面的地点和时间终于尘埃落定 特朗普在推特宣布 他们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会面 特朗普说他们将会为致一次的会晤做努力 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的特殊时刻 对于特金会在新加坡举行 主人家李显龙也乐见提成 希望峰会能够取得成功 今天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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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